杨子也学会了穿搭技巧 蓝色系穿搭高级有品味 时髦显气质一个人的穿搭能够改变她的气质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三分长相 七分打扮 这七分打扮中 穿搭就占据很大的比例 而服装也是人的第二皮肤 一款穿着得体 有品味的造型 一定会增加你的分值 当然 如果你不讲究穿搭 也会有一大堆的词语在等待你 比如 邋遢 衣衫不整 不修蝙蝠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 别人会误以为女生活出来问题 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由此看来 会穿搭是现代女生的一项基本技能 聪明的女生 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衣品 在让自己越来越时尚的同时 也活出更美好的自己 正如杨子一样 同心出身的她 既有流量 也有眼镜 但是在成年之后 她的穿搭却屡屡被吐槽 甚为她的造型太吐气 明明是一个可爱又俏皮的果明闺女 因为穿搭却给人一种吐气的感觉 好在被评议得多了 杨子也开始改变自己 渐渐的她的穿搭 也给人一种时髦显气质的印象 看来杨子也学会了穿搭技巧 用穿搭来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的形象 作为明星 在舞台上的穿搭 因为有造型师在为自己设计 因此很难能够看出她的时尚本质 她的四伏穿搭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明星出行时的穿搭 大多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服装 这时的穿搭更能看出明星在穿搭上的功力 1月14日 杨子在机场的穿搭被网友爆出 还形成了话题 就能看出现在杨子的穿搭技巧 穿搭技巧1 蓝色系穿搭高级有品位 杨子这次出行选择了蓝色系的穿搭 上身是一款深蓝色的毛的大衣 搭配一款铜色的针织毛衣 下身则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 整体造型给人一种 既清新温柔又精致俏皮的感觉 说到蓝色 大家都认为这是属于春秋天的色彩 因为蓝色作为冷色系 给人一种清凉的气息 在炎热的季节有放松心停的感觉 其实在冬天选择一款深蓝色的毛的大衣 更能衬托出穿搭者的气质 正如杨子的穿搭那样 不仅外套选择深蓝色毛的大衣 连内搭也是一款蓝色的针织毛衣 这种风格一致的搭配 更有一种高级和精致感 而下身搭配的浅蓝色牛仔裤 又给人一种层次感 这反而减弱了牛仔裤的随性 增加了穿搭者的时尚品味 穿搭技巧二 松弛有动时尚有气质 杨子的穿搭技巧表现在单品搭配上 上身的毛的大衣 选择了相对宽松的版型 穿搭在身上格外有气质 这款大衣采取简约大方的设计特点 复古小翻领的设计既时毛又减零 整体还具有着肉显瘦显高的效果 内搭的这款高领毛衣 既有防寒的作用 特别适合在冬天穿搭 而高领毛衣还具有凶势脖梗的作用 让自己的脖子更显长 还能穿出女性的知性美 在设计上采取用一条拉链 打破了单衣色彩的单调感 毛衣采取修身的款型 还能衬托出优美的身姿 这种穿搭饱暖又时尚 下身选择的则是一款阔腿牛仔裤 宽松的版型 对于身材有着较大的包容性 既有藏肉显瘦的效果 还能起到修饰腿型的作用 在穿搭时 采取将裤脚挽起的穿搭技巧 也有显瘦显高的效果 高腰的设计 既有提升腰线 优化身材比例 更能打造出一双大长腿